你的金刚不坏神功已经用了五次 就是说你今生今世已经不能再用 如果你再用的话你就会经脉尽烈而死 在天下第一中除了不败顽童古三通外 程世妃是唯一一个能将铁胆神侯打的吐血的存在 不得不感叹金刚不坏神功的厉害 在二十年前肃星为了阻止铁胆神侯与古三通决斗 将刚出生的程世妃托付给了邻居程欢抚养 由于肃星并未给程世妃取名 程欢就让私属老师给程世妃取了一个名字 独圣贤书 所谓何事啊 分黑白明世妃而已 那就叫分黑白吧 不好 该叫程世妃 程世妃长大之后 来到京城变成了一名小混混 直到程世妃遇见亲生父亲古三通 学会了金刚不坏神功 才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而铁胆神侯为了对付曹正纯 将程世妃封为皇子第一号密探 程世妃和云罗郡主外出游玩期间 巧遇了东场三档头徐景 从徐景手中救下了肃星 肃星见到程世妃的第一眼 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因此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程世妃听 要程世妃带她去三里镇寻找儿子 来到三里镇后 肃星如愿找到了程欢 得知了自己儿子的下落 程世妃 我的儿子就是程世妃 对呀 程世妃就是你的儿子 得知自己的儿子就是程世妃 肃星异常地开心 可为了照顾铁胆神侯的感受 肃星并没有与程世妃相认 而是选择将程世妃收为义子 借此正大光明地弥补程世妃 程世妃从小就没有父母 也将肃星当成了亲生母亲 他为了救出肃星和铁胆神侯 带着断天涯和上官海棠两人 闯入天牢大开杀戒 可拥有五十年童子宫的曹正纯 即便是天玄皇三大密探联手 也难以将其击败 程世妃圣怒之下 用出了第四次精装不坏神功 与曹正纯展开了巅峰对决 曹正纯一开始自信满满 根本没有将程世妃放在眼里 不曾想精装不坏神功恐怖如斯 竟然仅仅只是一招 就轻松击败了曹正纯 打得曹正纯落荒而逃 而曹正纯死后 铁胆神侯野心暴露 要取代郑德皇帝登基称帝 程世妃反对铁胆神侯 带着肃星离开了护龙山庄 肃星趁机告诉程世妃 他的父亲就是不败顽铜骨三铜 程世妃得知自己的身世后 十分的意外和惊喜 与肃星上演了感人的母子相认 谁知铁胆神侯这时追了上来 要程世妃投靠他 程世妃拒绝铁胆神侯后 铁胆神侯带走了肃星 逼迫程世妃用出了第五次金刚不坏神功 可如今的铁胆神侯 得到了曹正纯和湘西四鬼的全部功力 再加上程世妃不能完全驾驭金刚不坏神功 因此程世妃败下阵来 后面形势急剧变化 铁胆神侯即将登基称帝 程世妃联手断天涯和龟海一刀 合力围攻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神功大成 即便三大密探联手出击 也被打得节节败退 危急时刻 云罗郡主带来了肃星的遗书 告诉程世妃金刚不坏神功 其实并没有次数限制 还可以继续使用 程世妃用出了第六次金刚不坏神功 与铁胆神侯展开了巅峰对决 拳拳到肉砰砰声不绝于耳 让人看得直呼过瘾 最后铁胆神侯使出全力 用出了西弓大法的最高层次 一拳击败了程世妃 破掉了他的金刚之躯 可让铁胆神侯没有想到的是 他最爱的肃星会自杀 这让铁胆神侯到心崩溃陷入癫狂 被断天涯和龟海一刀抓住机会 刺中铁胆神侯要害 铁胆神侯爬回龙椅后 隐落在了龙椅之上 程世妃因此立下大功 得到了正德皇帝的封赏 巨马程世妃 封为快乐神侯 只有俸禄 没有官司 不会朝政 以后日日夜夜陪伴剧出件事了 那我不是很惨 你说什么 谢谢黄兄